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如果能够有越来越多的家长能够理解同志的话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对同志的生活对同志的一个运动都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应该说非常欣喜地看到长的国家现在形势是非常好的 可以说歧视的现象是越来越少了 但是呢还有一些不愉快的现象出现了 然后他说他妈我是同志 我立马给他回了一个我也是同志 所以他当时他就说同志不等于这个是同志 就打了个冒号 然后就跟我说同志同性恋 我就不太明白 后来他说这个同志同性恋的另称就是同志 我们相信中国东北同性恋文化节作为中国不爱地域最广泛 参与机构与人数最众多 活动内容最多元的同志骄傲盛典 一定会为触避LGBT人士的权益发展 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次文化节是在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的资助下举办的 本次活动是为了倡导中国东北地区同性恋群体合法权益与性别平等 展示中国东北地区同性恋群体积极健康的现象 促进中国东北地区同性恋群体先进文化的传承 增进中国东北地区同性恋群体与世界各国同性恋群体之间的友好交流 本次文化节的内容包括了男童女童以及跨性别的论坛与活动 有拉拉月光沙龙以及跨性别选美大赛 还有关于媒体策略的商讨 以及东北同性恋亲友会的成立 从开幕式上的各方面代表发言 到闭幕式的大型公益晚会 整个活动历时三天 同时也伴有其他组织的一系列后续活动 有兴趣的朋友请关注微博 中国东北同性恋文化节 以下是一些现场的采访和精彩镜头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我叫马铁城 然后我在沈阳 我们的机构叫沈阳爱资源住 我们的项目特别多 比如说我们主要是跟弱势的群体 所有的弱势群体一起来合作 包括同志们 还有包括新工作者 虽然我们之前就已经做了好多项活动 但是明天有一个很隆重的开幕式 我是第一次的 感觉挺充满传奇色彩 为我们同志感觉骄傲 这次活动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也给了我很多快乐 并且通过这次活动 我也希望建立一个本地的拉拉小组 为LGBT群体做一些文化和全一方面的贡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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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